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介绍一下我在韩国生活期间的有趣的地方 喜欢的旅游地以及美食 你们一定很好奇我今天就会去哪里吗 那么今天就好好的跟着我吧 首先我先带大家来到大丘有名的近代历史馆 这里是大丘人们就是年轻人们的非常喜欢的地方 很多人都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历史 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走进大丘近代历史馆 我们去吧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幽府厅客车 还有大丘的历史的介绍 以及还有走生习三特首的银行 也就是朝鲜职产银行 我们是这样称呼的 然后呢还有这里主要是展示的是 救国的爱国救国的精神 这里呢也有教育城市的大丘 这里还有往下看我们是 有生命之乡 近代化的摇篮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可以欣赏到这些近代历史的一些文化的知识 首先跟着我来吧 让我们去欣赏一下 我们快看 这里有一个可以自动照相的设备 我们也来试一下好不好 首先点击照相 开始 五四三二一 完成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感到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照了这张照片 首先我们走进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近代历史馆是建筑于1932年 当时是为朝鲜职产银行是大丘的分店 1954年起被作为韩国产业银行的大丘分行 属于近代文化遗产 该建筑被列为文化复兴时期的建筑 正面简单的心理处理的装饰以及强调水平线的屋顶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屋顶是极具有特点 因圆形保留完好 所以被2003年指定为有形文化遗产第49号 2008年从大丘的都市公社获赠 重新组建为大丘近代历史馆 于2001年开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都很历史都悠久了 它的画面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上面第三幅呢 就是大丘历史馆的原来的模样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 下面呢就是它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 早晨时代人们的穿着是衣服 它的是很有特点的 颜色的很鲜艳 我们下面来看 现在就是下面的照片呢 就是现在的样 就是馆内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 从上到下是历史发展的过程 留下的照片 首先下面我们再过来看看 这边都有些什么 这里是可以看到大丘历史馆的年代表 我们从年代表上可以看到 大丘一个近代历史的发展史 所以呢 要想了解大丘的近代发展史 可以到这里来观看 可以看到每年代表的发展的历史的过程 下面呢就和我来一起欣赏一下 古代的尖庸 一个它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 一个建筑的样子 首先我来展示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吧 它的建筑的非常有特点 看见了吗 自己说是1990年代早期 所以它的建筑呢 是现在这个 就是说古代的建筑的风格 展现给大家 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丘的美术家们 看看他们都有什么 特别优秀的作品展示给我们 首先呢 作者是李银成 再来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是日本人在美术学会 这个大型 1927年的时候 成立的就是西洋贵画 一个影画会 当时成立的时候 是这些人这个照片 然后就是说展示给大家 这里的成员呢 都有 以银圣 吹画素 把名造等 有名的作家 组成的 我们看一下 那这位就是崔画素 看一下 然后是把名造 全是这里的成员 还有影音圣 苏东进 这幅作品就是近代大丘的代表的 一个是 我们中国话应该说是一个Dynamo 就是竹字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 这个呢 那都是大丘的美术展览 这是当时1923年10月12日呢 《东阿日报》发表的一个大丘美术展览的一个作品 我们多里面看看 我们在样子的画户 我们在贾籬的 Bilgo 这边的本颜色 我们在这儿 边的画户 导致 记得 我 又 bubble 下面呢 我就来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大丘呢 是近代教育的故乡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年代的人们 是用什么书本 作业 是展示一下给你们 大家看一下 它的日记科 是用这样的纸稿来出现 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颜色 它的纸张 这是以前保留下的 这里呢 是历史馆 所以就是说 这些都很珍贵的 能保留到今天 我们看一下 当时的奖状 这是第二学期 上面写的 还是汉字保留下来的 所以真的是很有价值了 汉字写的也是 非常的流畅 然后这个呢 是年夜正说 那个时候的人们都 汉字都写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上面写的是 庆上北道 金存勇 现在墙上的画面呢 就是近代就是以前的学校的样子 我们可以从第一幅画看到 这是大秋的公立 是三三所学校 它就从这里开始的学校的 每一步的历史的发展 学校的样子都展示给大家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画面上了解一下 为什么大秋被称作教育的互相了 好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百年前韩国用的人力车 我们请看 其实这个呢 在咱们中国也是以前的历史是很多建的 也就是说 有钱的人和出苦力的人 苦力的人拉着有钱的人 它就相当于 现在的那个出租车一样 所以就是说 它是 这个盈利车呢 是在1890年 那个年代开始兴起的 所以说 有钱人才能坐的车 现在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以前的人们是用哪些东西来日常生活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收音机 它是 那个年代的收音机 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还有 眼镜 还有怀表 怀表呢 在咱们中国呢 也是很多建的 然后眼镜呢 是 它的样子呢 有点和咱们现在的眼镜 有些有些区别的 因为是 终归是那个年代 有这样的 使用眼镜的人 也是很了不起的了 还有就是这个 电话 所以它是听筒式的 其实在咱们中国呢 这个 听筒式的电话呢 也是很多建的 所以就是说 它的样子也很独特 我们来看一下 有直接拿起来说话的 可以放下的 也有这直接挂到上面的 所以它是两种 这个小匣子式的 和历史的 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 在那个大丘的近代历史馆 所看到的一切 是不是很新奇呀 三星产业呢 是在大丘 还是在韩国 一直在咱们中国人都很了解了 那三星产业是从哪里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三星产业呢 是从大丘发展起来的 成那个成长茁壮起来的 它一开始的是以卖水果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里展示一下 只有在近代历史馆才能看到 它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些钥匙都是做什么的呢 这些钥匙都不是普通的钥匙 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金融机构所用的钥匙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钥匙的模样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曾经的就是说 它的银行呢 要用这样的钥匙来管理 就是钱 所以说呢 它的钥匙也很有特点的 它的模样呢 和钥匙的结构呢 都是很特殊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金融机关 以前金融机关的 就是是什么样子 这都是以前的照片 很珍贵的 所以都是大家都是很有眼福了 还有这 这个是什么地图呢 这个就是朝鲜时代的 营业所的一幅地图 也是非常珍贵的 我相信大家对朴正熙一定非常的熟悉和敬佩 因为朴正熙在韩国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一个总统 朴正熙呢 是1932年呢 4月1号呢 在大丘的司法学校 他是第四届的协商 毕业之后呢 他在大丘呢 结了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他的朴正熙总统的结婚的照片 非常的珍贵 他的在大丘的政绩就是呢 他修建了顶部高速公路 所以在竣工的时候呢 照了这张照片 对于朴正熙呢 大家真的是 作为我们中国人 都对他非常的敬佩而熟知 所以今天在近代的博物馆呢 能看到这么珍贵的照片 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的 也开了眼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进入我们眼帘的呢 是近代大丘的名所画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创作于1954年的时候 创作的 我们可以来翻转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以前的就是建筑的样子 和现代的对比 所以就是说他的样子 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这里呢是东城丁 大家看一下吧 他的现在的就是说 城市的变化非常大的 为大家翻几张看看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 他的城市的变化非常的大 这就是以前的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对比 这是那个 铁路的样子 这是以前 1905年和现代的对比 这个是1917年的中央通的穆斯文 还有就是说 它的差别是很大的 能够看出 但是它建筑的规模呢 还是说 因为韩国的地方比较小 它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小的 它的规模呢 还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的那个建筑的样子的改造 就是是很有很大的发展的 那我们今天就欣赏这里吧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秋的近代音乐 大秋的近代音乐呢 首先第一代呢 它属于西洋乐 西洋乐的 在大秋出身的 这些作家呢 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第一代 在大秋出生的 西洋乐家的代表 这个呢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是有生机的唱片 这是1936年呢 就是有出版的 大家请看 这里呢 是大秋的最早的 那个独唱会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独唱团 它是在1928年7月14号呢 就是在大秋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学校呢 就是贼尔第一的小学校呢 一个大礼堂里举行的 这个呢 就是可以看出当时的那个模样 是就是展现给我们的照片 这幅照片呢 也就是1929年的时候 9月7号 也是同样在大秋的第一的小学校里的 大礼堂里举行的 这个独唱会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这比较有名的一个 顾湘的天的一个作者 他的作词者呢 是 这上面写的是 尹福真 作词呢 是 朴泰骏 这个在当时很有名的 这是当时的乐谱 这是故乡的天的乐谱 所以今天我们能来到一个 大秋的近代历史馆 是大家都是非常开眼界的 是我也非常开眼界今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今天在这里的介绍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这是有声鸡 这个是大秋很有名的 阿里郎的有声鸡 所以就是说 它可以看出 它的就是结构和它的 当时的设计都非常的美观 大方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幸在这里 也看到了 那个年代的 有名的有声鸡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朝鲜资产银行的 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呢 原来的朝鲜资产银行的建筑 还有咱们的地面 咱们应该看 这个地面是没有换的 这个是原来的 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地面是很有就是价值的 还有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展示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支票了 银行所使用的 就是近代的那个 朝鲜资产银行使用的支票 还有这里面呢 这个是曾经的 就是银行的 就是管钱的 这里面有很多钱 就是也能展示出 当时的是钱的 都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指章啊 还有就是说 指章的使用 还有图案啊 都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 一揽一揽一援福了吧 也就这么说 我们真的是今天真的是来到这里 就是很幸运 能看到这些 在关于大丘的近代史的一些 我们平时都不能了解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也很开心 能今天能走到这里 来给大家带来这些 大家曾经没有看到的东西 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了 大丘的近代历史馆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在这里真是 我们真是大开眼界了 在大丘的历史的海洋里 来旅行 大丘历史 那个近代历史馆呢 它是每周一是休息的 营业时间呢 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来大丘旅行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呦 不要错过 周一呢是不开馆的 所以周一不要来呦 这里呢是草山产业银行的原址 没有把没有换过 它的原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请看 它的银行的门是很厚的也是 然后它的厚度也很大 然后是以在也是很有安全感的那种 把钱放到这里 所以它的门都是没有换过的 都是原来的样子的 所以真的很珍贵 它这个门的厚度也是很大的 说明这个银行的保护措施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今天能给带领大家来 还有它的地面 刚才我也介绍了 它的地面是没有换过的 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大家能从这里看到 曾经的朝鲜的产值银行的样子 是非常的安全性非常高的 所以那个年代就是近代史上 他们的门的结构 与保护措施已经非常的到位 所以就是说来到这里 真的感觉到历史的熏陶 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精神上的享受 感谢观看 这么美的地方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大丘的庆上兼容公园 这里是大丘最早的城市公园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一览它的美景吧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庆上兼容公园 大丘的庆上兼容公园 坐落在韩国大丘的广义市中心区 正栋21号 最早是朝鲜宣祖34年 公园1601年 庆上兼容公园的办公地 1910年到1965年期间担当了庆上北道的厅所 后于1970年在厅所园址上建立了大丘最早的中央公园 1977年为了不影响大丘的城市美观 乡邦部门将公园的围墙拆除 并对公园进行了整修 使之成为大丘历史的建政物 也为市民们提供了学习本土文化遗产的场所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宣化堂 宣化堂呢是观察室的办公室 它作为朝鲜官府大楼具有很高的历史的建筑的价值 被列为第一号大丘广义市有形的文物 现存的宣化堂是观察室监室 监服室荧光岩于1807年重建的双重瓦舍 有正面六间侧面四间的单层瓦屋 瓦屋都采用了两根高柱和七个梁架的结构 看起来又朴素又端庄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澄清阁 澄清阁位于宣化堂后侧左边 是庆上兼营观察室的关底 朝鲜时期在庆上兼营设在大丘的时候 兴建了澄清阁 宣化堂 宁香堂和御灵楼等建筑 像宣化堂一样 澄清阁也曾毁于火灾 直至纯主七年 才由引光岩重建了澄清阁 澄清阁有正面有八间 侧面四间的单层瓦屋 采用了两根高柱子和七个梁架的结构 建筑风格大荒豪爽 澄清阁被列为第二号大丘广域市的有形文物 这里是碑林 碑林是老百姓们为了纪念观察室和大丘判官的 吟正尔利的纪念碑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马碑 节度时以下马碑就在庆上兼营的正门关峰楼 级别在兵马节度时以下的人都应在这块石碑前下马 走到庆上兼营里去兵马节度时还执掌道的兵权 一般观察室都兼营兵马节度时 你们了解了吗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侧宇台 位于庆化堂前的侧宇台呢 它的全名叫做大丘庆上兼营侧宇台 它属于国宝第330号 据说支撑侧宇台的侧宇器的侧宇台 随着侧宇器的全部消失 具有确认存在的唯一文化遗产的价值 也就是说 侧宇台是告知侧宇器在韩国哪里 真的存在的重要遗产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的样子 我身后呢就是雀条和莲花池 来这里你们宝宝一定要记住咯 圣上先用公园呢 就在刚才我们去的大丘运达 尼池馆的旁边哦 现在不要走错了 就在旁边就是大丘运达先用公园 中文字幕追求 暢字幕 李宗盛 按赞 视频简指 温暖和莲花池 插到清爽 混合 圣前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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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看它的独特风景 带给我们的不同韵味 我们出发吧 我们沿着这条街 会看到很多 关于金光石的生活 和音乐的壁画 这条街的壁画一共有350米左右 所以我们来 尽情的享受一下 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和韩国人们对它的怀念 知情 现在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条街的风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金光石这条街的 一个简略图 我们会根据这个图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条街所带给我们的 意外的惊喜 现在为你们展示的是 金光石的一个 歌曲 你们看见了吗 处处反映着韩国人们 最金光石歌手的一个怀念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椅子是一种 吉他的模样做成的 是不是很有特点呢 我也来坐一坐看一下 感受一下 这里的音乐气息 真的是很棒 沿途有很多的咖啡店 以及小的一些装饰店 他们都是很精致的 现在我们就是走在 金光石街的路上 这个 金光石的壁画是非常有名气的 它的总长在三百五十米左右 我们来欣赏一下 金光石这条街 对金光石怀念之情 可以充分地看出 整条街的壁画都是 在记录 金光石音乐和生活的 它这个小装饰店 就是 很多的小饰品 大家看见了吗 所以说 它这个比较 像是咱们带的 这些小饰品呢 所有的都是一具具一全 需要什么都会有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壁画吧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壁画吧 看到 創造风格很有特点 还有沿途的花 还有休息的 给沿途人在 灌游的时候带来方便 哇 是不是很漂亮啊 看看这个吉他 所以这条街呢也是 年轻人们游玩 拍照的非常首选的地方 所以这里吸引了很多 店人还有年轻人 都会到这条街来拍照 游玩 宝宝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代表爱情的 爱情所 密密麻麻的 寄满了新型的爱情所 所以这里每一个爱情所上 都写着 美好对爱情的祝福 还有留下了日期 有的呢 还写下了自己 心爱人的名字 是不是很有爱心呢 很特别的一个爱心所 这里密密麻麻的 好多人 好多所啊 好漂亮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爱情所吧 这个小店的爱情所 就为这些 专门为爱情而来的人们的 美好祝愿的 啊 许下的祝福 好看吧 还有很多小饰品 沿街的小店 这小饰品非常的多 啊 好 所以年轻人是非常喜欢的 一个地方 现在这里面呢 是人们走过的一条街 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个地方 来照一张属于自己的相片 这张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啊 照相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每个人经过这里都会照一张 那我也来一张吧 韩国人们为了纪念金刚石 因为金刚石是吉他歌手嘛 所以他们把这个吉他做成了棒的形式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中国的小食品 面包啊瓜子的形式 来以这个形式来纪念金刚石 看见没有 这个吉他的模样 是不是很漂亮 韩国人呢叫给他棒 这个吉他棒呢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都迫不及待了 买一个先尝尝啦 买了整整一下哦 我要跟我的朋友分享一下 这是我刚刚买的吉他的一个棒 我先来品尝一下啊 因为来到金刚石间呢 一定要品尝这个代表了金刚石的吉他的棒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很漂亮 我来尝一下啊 我来尝一下啊 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吃啊 从哪里入口呢 不舍得吃了 浓木也太漂亮了 不舍得入口 那我就在这尝一口吧 哇 我们冲盘西色啊 太好吃了 香甜可口 再来一口 嗯 再上口袋了 特别的香 特别的甜 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 他们的特色 吉他棒 知道了吗 嗯 今天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来到了金刚石小街 我们欣赏了他的沿街的壁画 也欣赏了这里的丰土人群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然后现在我们来吃午饭 然后这个位置是叫半坡 呃 那个叫什么 生鱼片的一条街 然后这个街上都是一些 生鱼片呀 还有就是那种 凉菜之类的那种店 然后我身后的这家店呢 是19年的时候 文在寅大统 就是主席统领 叫什么 统领也来到过这里 就是进餐 然后这也是一 这里非常有名的一家店 然后让我们进去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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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昨天的 我们吃了一样 那两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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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丘呢有十类 也就是说一共有十种大丘特有的美食 比如说其中就有今天我们点的这个半海鲜 生半生海鲜 然后还有扁平饺子 然后链鱼汤 还有半生牛肉 然后烤大肠 然后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十种美食 然后我们今天是可以品仗其中的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半生鱿鱼 然后就是今天可以品尝的这种半生鱿鱼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扁平饺子 然后今天我们中午的话就可以吃到一次性吃到大丘十位中的两种 然后现在我们点的这个生鱿鱼 半生鱿鱼已经上来了 然后一高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生鱿鱼 然后就是这个生鱿鱼 然后它是拿那个鱿鱼 还有一些菜还有芝麻还有辣椒 然后再加上这个店的一些特有的酱料拌在一起的 然后据大家如果了解韩国的话 应该可以知道韩国那么有这种小菜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点了一个生鱿鱼 拌鱿鱼跟扁平饺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下来了很多很多小菜 就比如说这个一人会有一个海鲜汤 然后还有蒸鸡蛋 然后这个叫什么羊 这个叫什么菜 这个叫羊白菜 羊白菜沙拉 然后还有那种小鱼啊 还有豆子 还有拌海带 还有一些可以一起包着吃的菜 对等等 然后就是这些小菜的话都是相当于正菜一样的性质 就是你如果都吃没的话还可以去要 我说这也算是韩国文化中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就是小菜的文化 所以说然后我们现在等着扁平饺子上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然后这个就是大厨十类之一的扁平饺子 然后这个饺子 然后这个扁平饺子 是用这个扁平饺子来包着这个鱿鱼吃的 然后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就比如说你拿一个扁平饺子 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饺子是 它不光是韩国特有的食物 它是大秋特有的食物 它你就是别看它长得特别的 别看它长得特别的就是 就是朴实 它里面它是一颗就是扁的一个面皮 然后就加了很少很小的菜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很很独特 我就是说不上了它什么味道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大秋一起来品尝 但是这个就真的还挺好吃的 然后就比如说 哎呀 就在这个扁平饺子里边包上鱿鱼 就在这个扁平饺子里边包上鱿鱼 然后有什么喜欢吃的小菜可以包着 那我包在这个吧 然后包上鱿鱼 然后包上鱿鱼 然后这么卷着吃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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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么包着包着 然后一起吃进去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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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我刚才吃了 我刚才用这个扁平饺子卷了一下这个鱿鱼吃 我个人觉得吧 它这个味道还是挺独特的 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个料 酱料是一种很特别的酱料 它看起来很辣的样子 但它没有很辣 然后特别的 就比想象的要特别爽口 因为我是不但能吃辣的 但是这个辣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个鱿鱼也很新鲜 然后也很有嚼劲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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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很大很大的 然后我们三个人 就是还剩下的一些比较可惜 但是真的特别好吃 就是 是在国内没大有的那种 半生鲜的那种味道 反正然后因为就是韩国人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辣辣的 但是很好吃 因为它这个酱料里面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放了雪碧之类东西 调的那种味道 就是非常的清口 然后也特别的好吃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 想跟朋友再来这边再吃 就说这鱼也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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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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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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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再加上这边是寿城区的中心 偏南一点的地方 所以说周围都是一些小区之类的 所以说大家晚上都会过来帆布 真的是一个都市里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能看那边的鸟吗 那边中间有一个湖心亭 然后亭周围经常有一些小鸭子呀 还有鸟在上面栖息 所以说很有生态美 因为现在最近的疫情原因 所以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上口罩的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些健身器材 刚才也能看到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钟吧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一些 围着寿城池跑的 城跑的一些人 然后后面的健身器材 然后大家会早上晚上都来这里绕一圈 然后在健身器材那里面健身 所以说寿城池是一个大邱市民 然后吃完饭之后散步 健身的一个好去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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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这边就会上来分数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在国内是没有看到的 但是我来韩国已经五年了 所以说现在国内有没有 然后现在国内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我当时我是来韩国第一次见这种 就是用力量来算分数的这种的仪器 然后那边好像之前也有一个 是那种往上吹的一个东西 然后反正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力气比较大 然后在这方面就有一些就是胜负欲 所以说经常和朋友们玩这个 再加上也是国内 之前在国内没有见过 所以说和朋友经常会玩这个 然后像那边的话会有咖啡机之类的 然后经常你如果玩累了的话 还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喝一杯咖啡啊什么的 这个我在国内也是没大见过的 因为就是这是一个 这不是咖啡机 这是一个自动 是个咖啡机 然后但是现在因为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边的游乐场关了一段时间 所以说这边也看起来比较脏 但是平时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来这里的 所以说希望疫情赶紧结束 大家看到这个机器了吗 是不是有种很神秘的感觉 然后这是一个 大家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个看手相的 就是你把手先往这边投起来 然后把手伸进去 然后那边里面就会 就会出现一些 就会出了一张纸 然后写上你的手相看的运势啊之类的 我之前有测过一次 然后我本来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是那种就是闹着玩的之类的 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准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测出来都不一样 但是它确实会打印出来一张纸 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挺神奇 然后这个我在国内也是没有见过 所以我来韩国之后 我还玩过好几次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大家很常见的 哎不是 这边是娃娃机 这边就是一个抓小东西的一个 这么一个仪器 然后还有小杯子 还有钥匙链 然后还有钥匙链 哎那边还有什么麦克风啊 还有一些在车上用的东西 还有什么 嗯的对 所以说 但是我抓这个不是很准 所以说我不是很经常玩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小的人 小的人偶 也可以当钥匙链的 那这边也是小的 里面有Hello Kitty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自动贩卖机 在韩国自动贩卖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走两步就一个自动贩卖机 然后那边是有一个射击的 一个24小时无人的射击厂 在韩国有特别多的 24小时无人的点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然后也很好 国内我因为我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都有两三年没有回国了 所以说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是什么情况 但是国内现在韩国嘛 因为这个人力 人工费 就是劳务费的就是增加嘛 然后所以说很多的超市啊 还有便利店啊 都改成什么24小时无人的了 所以说还很方便 因为就是晚上啊 就大半夜的想吃什么东西的话 出门也可以都买到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射击的这么一个 一气不一个机子 然后前面的话应该是是一个有人的 一个也是一个射击的一个场地 然后如果应该是那种 如果能打中几发几发 就给一个人形之类的 人偶之类的一个活动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边的话应该是卖的一些小玩具 然后这边有女生们喜欢的那种模拟的迷你梳妆台 还有一些我们小时候熟悉的 就什么精灵球 然后这边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这边还有小公主的梳妆床呀 什么床呀之类的 然后下面还有男生喜欢的一些小车子之类的 然后那边的话 那边的话还有一些卡卡的一些人形 还有加费猫 还有小熊啊什么的 然后一会儿我要去去投那个 投那个叫什么 拿那个飞镖去扎那个气球 然后看看能不能换到小礼物 一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 一共七个飞镖 然后我看一下我能种几个 哎呦 嘿 来盖子 好像种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种了五个 他再给 三个四十四一 嗯 十四个 现在就先打十四个平板里的 哦 肯定呀 嗯 五个平板里的 来 来 啊 米达 哇 啊 同事啊 米达 啊 出到了我最喜欢的小就吹泡泡的 我来吹一下吧 我来吹一下吧 嗯 嗯 这个就算买也要两三千块钱 但是我因为好像就有一个还是两个的没有射中 所以说然后获得了一个这个吹泡泡的东西 很开心 很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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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的一个游乐设施 然后这边的话 在这里边的话就会出来棒球 然后就是先投钱之后拿这个棒球 然后去扔 里面就会有那个动画人物 如果可以就是打到的话 然后就有分数这样子 就比如说这么这样 对 大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下面的话会自动的把这个球再送上来 然后在国内的话 我是没有见过这个打棒球的 因为感觉国内就是打棒球的没有很多 但是棒球在韩国就可以算是 算得上是一个国民运动了 所以说在那个游乐场 也有很多这种打棒球的类似的设施 这个是 这也是一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假人 然后去打他 就是拳击模拟的一个小游乐设施 然后就这个投钱 有点吓人 这个投钱之后 然后就去打他就可以 对 然后上面的话 应该就会出现分数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嗯 这个就是一个小时候经常玩的那种 是一个比就是比刚才那个扔球更仿真的这么一个棒球场 然后这样的话 在那个场地外面就会有一个洞 然后那个洞就会发射出来的球 然后就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呢 要拿着那个棒球的那个棒子 然后去打那个球 所以说如果 如果不会打棒球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害怕的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摸过棒球 所以说这个我其实我是不敢弄的 然后这边也有写 就是说这个 雅姑长叫什么 这个棒球场的话 就只能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 两个人是不可以进去的 然后 一次的话是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韩元的话大概是三块钱左右 三块钱能打十个球是不是特别的便宜 然后 对就是现在的话 里面正在打球的那个大叔要出来了 嗯 他又进去了 然后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游乐设施 我在好像国内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是没有去过的 所以说我来韩国第一次见这个设施 然后 所以还挺神奇的 然后也比较可怕 我觉得那个球就是突然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打到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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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小卖部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 大家还有卖大蒜的 然后这边有上面有一些韩国的一些小零食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小玩具 然后一些简单的吃的这边也有卖 比如说什么烤箱肠呀 还有什么面条呀 还有什么热狗之类的 还有冰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韩国饮料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茶呀 什么那个叫什么 还有一些什么美式咖啡拿铁 因为韩国人喜欢喝咖啡嘛 所以说到处都有卖咖啡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狗 然后我们点了两个热狗 然后现在那个老板正在做热狗 然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小卖部还挺方便的 毕竟有的时候冬天很冷 夏天又很热 然后游在这边玩累了的话 然后还可以过来买一些东西 买天冷饮吃 所以说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冰激凌的冰柜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可以放到那种冰冰 就是冰那叫什么 拿那个杯子盛满了冰块 然后倒着里面喝的那种饮料也有卖 所以说总体来说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这是热狗 然后在韩国 韩国大家感觉在那种什么汽车的 就是叫什么服务站之类的 也会有很多卖热狗之类的地方 还有一些韩国的小吃 热狗虽然不是韩国 但是韩国人吃的特别多 然后就是我们想过来吃一下吧 里面有香肠 然后还挺热的 挺好吃的 这个我们平时在家里也会用空气炸锅去做一些 因为韩国的这个小零食里面热狗还是特别常见的一种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走了一上午特别热 今天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他们从九点就出门了 现在在这待了三个小时了 所以说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吃一点东西补充下体力 然后这个是最近几年在国内也特别火的 叫什么人生四格 然后一个照相的机器 然后下下来我要去照一下这个机器 在这个照相 哇这里边有空调 这边好凉快 然后这是换起来的机器 然后就出来五张钱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照一下 然后这边先点一下中间 然后往里面放钱就可以了 我是第一次一个人照这个 还有一点小尴尬 这边就只有一个人照背景是粉色的 它已经开始了 这个好模糊啊 这个好模糊啊 这个可以重新照的 然后我们看看 这是原来的 然后这是黑的 这是粉的 这是蓝的 我要白色的 然后这边可以重新照一下 我要重新照一下 最后一张 再拍一张 这个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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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拿来拍一张 嗯 我再拍一张 然后 然后 和我呢 哈哈哈 然后刚才 我重新照了一下 我不知道它是 然后我比一个星星吧 嗯 它这颜色还挺好看的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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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然后就好了 然后 现在我本来 我刚才重新照了一遍 我不知道它是 全部的都重新照 刚才几遍 前面的几遍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这不选了白色的吗 好像是白的更好看 然后撒进去撩 嗯 照片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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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 好 好 та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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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